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马来西亚会选择和中国合作 全球首辆轻能源制轨电车予有哪些亮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马来西亚作为中国一一带水的邻邦 双方在基础设施 经济合作等多领域开展的深入合作 日前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外资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 2022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2036亿美元 同比增长15.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沙拉越州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发一个新的交通系统 2022年7月经过国际招标 中车诸州所旗下中车制行 顺利中标马来西亚古境制轨项目 订单规模近20亿元 共计三条线路 合计69.9公里 配备制轨电车38列 自双方确立合作关系后 沙拉越州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团前来诸州宜宾进行考察调研 狩猎轻能源制轨 也顺利通过第三方检测和业主FAI检验 该车的顺利交付不仅展现了中车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实力 也为后续批量交付及正式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据小编了解 本次发往马来西亚的制轨电车 为全球首辆采用氢能源动力系统的制轨电车 具有续航里程更长 加轻时间更短 更低碳节能环保的优势 其中 70兆帕储清系统和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 单次加轻可满足31米制轨 满载续航245公里 此外 制轨电车还搭载了分布式动力系统 让结构更紧凑 动力更强 乘坐体验更舒适 更快捷 考虑到马来西亚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全年高温多雨 研发团队还从车辆结构设计 材料工艺等方面进行优化 使车辆性能更适应当地气候环境 整车通过智能化设计升级 拥有更高智慧 高度气和马来西亚力求实现零排放 智能化公共交通系统的需求 该列制轨达到马来西亚后 将在古晋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试跑 项目中的一号线计划2026年底通车运营 二号线计划2027年6月份通车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 古晋作为马来西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有水上之都的美誉 独特原生态风景和浓郁多民族文化风情别具一格 制轨落地马来西亚之后 对于提升制轨的国际形象 打造成为海外示范项目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进一步加速推进出海进程 在助力达成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 宜兵制轨下了一招先手棋 今年1月 中车铁头公司获得PS2060碳中和认证证书 成为全球首家制轨零碳工厂 中车铁头公司制造中心运营安环部部长婉嘉明表示 公司为制轨生产制造环节碳中和提供可借鉴样本 并为市场带来了整车加零碳的全新解决方案 未来 将在零碳上持续发力 助力产业链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为交通减排献策献立 以双碳目标为引领 乘着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东风 在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下 制轨凭借着过硬实力成功出海 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为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交通建设 和绿色新能源领域合作 开启丰富可能 不难预见 移兵制轨开到马来西亚 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 将制轨作为公共交通领域 绿色出行的优质代表 介绍完交通领域的合作 下边再为大家聊聊 中马两国在经济上的大动作 据环球时报发布的报道称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在三月底至四月初正式访问了中国 随行的还有马来西亚交通部长 陆兆福等各商界代表 在此之际 对于美财政部长耶伦等美国政客 再次炒作所谓的债务陷阱 诋毁抹黑中国一事 陆兆福直接驳斥道 这不能被视为所谓的债务陷阱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在与中国达成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时 都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 而且也应该在签署的时候 就充分分析了这些项目 对国家意味着的收益和成本 不仅如此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看这份合作 是否对经济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正是一带一路 给了更多发展中国家 好的选择和机会 就拿马来西亚举例 尽管东海岸铁路项目 遇到了重重考验和困难 但是最后经过沟通和谈判 最终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 陆兆福还表示 马来西亚愿意与中国加深经贸合作 在东南亚铁路网的建设中 相信中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让这一梦想变成现实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同时 此次访华对中马两国而言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期待两国关系更进一步 之后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在当地时间4月4日向媒体表示 自己在不久前访问中国时 公开提议 成立一个属于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组织一旦成形 亚洲就将拥有属于本区域的本币交易体系 逐渐摆脱美元依赖 马来西亚此举 显然是拒绝在被美国割韭菜 打算要集合亚洲各国的力量 自己玩 这件事有两层深刻的意义 第一 天下苦美元9亿 而去美元化的多米诺骨牌 已经开始被推倒 长期以来 美国滥用美元霸权 动辄对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 以往受限于自身实力 全球各国大多都敢怒不敢言 有意思的是 就在4月1日愚人节当天 有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条消息说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公开威胁 要制裁在双边贸易中 放弃美元改用本币结算的国家 因为他们侵犯了美国公民的权利 事后证明 这只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这个玩笑让不少人都信以为真 因为这种事 真的是美国人能干得出来的 它看起来确实太真实了 第二 这更是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衰落 以及多极化世界逐渐形成的标志之一 虽然美国霸权倒塌的整个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 但趋势已经确定 事实上 在几十年前 美国一直是整个亚洲地区的金融与贸易的中心 对亚洲经济有着极强的掌控力 哪怕它是一个域外国家 1980年代 里根政府可以要求 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机制 必须由私营部门主导 限制在非政府层面 1990年代 克林顿政府成功搅黄了亚洲 成立东亚经济集团 其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1998年 美国经济大鳄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 收割了韩国 泰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财富 2000年代初 由于东亚峰会没有邀请美国 小布什政府刻意让这个机制边缘化 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用安瓦尔的话说 亚洲的经济实力已经飞西比 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 有了实力就有底气 不止马来西亚向中国提议 东盟十国也开始商讨 要放弃美元结算 而美国现在也只能使用 更粗暴的方式干涉亚洲经济 比如对他们在亚洲的盟友 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 既威逼又哄骗 要求他们服从美国 唯独打压中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策略 这些国家最终出于各种原因 上了美国人的贼船 但结果却是悲惨的 以韩国为例 近日 韩国政府公开的数据显示 韩国经济连续13个月出现逆差 3月逆差达到了46.2亿美元 主要原因就是 跟着美国搞经济绞杀 接连远离了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市场 自己把自己玩进了坑 再加上中东地区 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和解 欧佩克加成员国集体减产石油 欧洲地区虽然紧跟美国制裁俄罗斯 但德法两国领导人还是不顾美国阻拦 现在带着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非洲与拉丁美洲更是开始公然与美国唱反调 美国的一抄独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多极化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 一切挡到的障碍物终将被碾得粉碎 这或许说的正是现在的美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